各位听友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事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 有俗 有您知道的 亦有您不知的 人间百态 男官 女爱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觉力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哀啦 各位听友 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节前文 那上回书我们说到呢 这边庞春梅啊 也不知道抽了哪股邪风 死活呢 是把这孙雪娥撵出家中 到头来呢 也是让这边薛嫂子 把孙雪娥给卖了出去 那当然孙雪娥呢 这边被卖到了这张妈家 在那儿就住了这一宿 来到第二天 不到这五经十分 这头也是谢了张妈妈 就坐别上了车 到这林青去了 这此时呢 咱说已经到了这六月的天气 六月的天嘛 早上亮的也早 晚上黑的也晚啊 日子就比较长 到这码头上呢 这个时候啊 才到这日西时分 天呢 还没有黑 所以说这边呢 直接是到这殿中就住去了 那那边呢 这殿里也是有这百十来间的房子啊 都是各处的 那这什么窑子啊 妓女啊 都在那地方 这孙雪娥就被领入了一家门户之中 是半间房子 里边炕上呢 坐着一五六十岁的老婆子 这咱一听就知道嘛 老宝子 还有一老丫头 那头呢 也是打着这盘头扎技啊 磨的呢 也是千粉红唇啊 烈焰红唇的状态 穿着这一栋 是软娟的衣服 在那炕边上呢 是弹弄着皮吧 这孙雪娥一看就明白咋回事的 这心里边啊 也是连忙叫苦不爹 那妥了 这下碰着新老公啊 不是我想象的那小商小贩 反而是啥呀 反而是一个水客 就是专门贩卖人口的 贩卖妇女的 那把她已经卖坐仓楼之中 做妓女了 买她来干啥呢 那肯定是来做妓女的嘛 过来之后 也给她起了一个名啊 就给她起名 换作育儿 那咱说呢 之前那小妮子啊 名换作金儿 那每天呢 也是这拿着锣呀 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出去 上那酒楼之上 和我们之前说那冯金宝差不多 到这酒楼之上呢 是接客 然后呢 陪人家这唱歌 跟现在这很多啊 有什么裸聊的KTV 也差不太多 就是那状态 就做这一路的营生 孙雪娥以后也是这命运嘛 咱说这潘武啊 就是把孙雪娥买过来 这个男人 进门呢 也不问长短 啥都不说 上来就是先给孙雪娥 一顿胖揍 先是打了一顿 过后呢 这孙雪娥也是陪这潘武 就睡了两天 天天晚上都熟着她 都归弄她 每天呢 是只给两顿饭吃 吃呢 还不管饱 就逼着她 学学这乐器啊 学学这弹唱啊 咱说这玩意 你那三十多岁人了 学那东西 肯定也没那么灵光嘛 学的就不快 学不会就挨打 整个人被打的啊 也是遍体鳞伤的 浑身上下 就没一好地方 咱说这玩意 你这个 就怕熟练嘛 慢慢的 哎 逐渐还学会了 所以说 当他逐渐上道之后呢 这边对他态度也好了 也给他整个好衣服穿上了 对吧 干啥 可以接客了 这头呢 也是梳妆打扮一番 那就让这孙雪娥到这门前站立 是一门献孝 眉目朝人啊 干嘛 变成了咱常说的那种战阶女了 有诗为证 证明着孙雪娥此时的这状态是吧 叫穷途无奔 更无头 难去北来 休更休 夜彩云 何处散 是梦随明月 到青楼啊 这日子呢 原本还指望自己能过的 就是踏踏实实的能活下来就行 结果呢 变作了妓女 孙雪娥虽然不愿意从 但是又没什么办法 那个年代女性吧 没有自己顶门过日子的 都必须衣服在什么纸上 所以说孙雪娥的命运呢 也是当年女性的一种命运的缩影啊 这孙雪娥咱说就在这酒家之中 那咱说这事呢 说了也好 对吧 也是天假其变啊 这一天呢 那张胜就被这守备啊 是差钱往这河下买这几十弹的酒曲 买这酒曲自己回家到宅子里面酿酒吗 咱说这店里边的坐地虎刘二呢 之前就是指望着这张胜的这层关系嘛 所以说他在这块才能做成这么一个黑社会的势力 这一看自己姐夫来了 那连忙赶紧打扫这酒楼啊 打扫的干干净净啊 就在这上等的隔间之内 也是安排下了这酒窑碑盘 请这张胜呢 是坐到上面前去饮酒 这酒博士啊 名字叫宝儿啊 这宝儿呢 过来也是给筛酒 这丙道也问呢 说这二叔啊 你看下边叫哪几个唱呢 上来来陪一下酒啊 陪一下这个老大的这个喝点酒啊 这个玩耍一番 刘二吩咐说说这样 你叫那王家那老姐啊 这个赵家的娇儿 还有潘家的金儿和玉儿 四个上来吧 这个过来来服侍一下咱姑父 这酒博士宝儿呢 也是硬怒下楼 不多时 只听的这楼梯上呢 也是笑声四起啊 这几个女人 谈笑风声的啊 就上来了 果然这四个卖唱呢 上来打扮的一个个 也都是如花似玉的那状态 就跟那小花朵似的 身上也都穿着那轻软的 啊 绸娟的那种衣裳 就现在讲的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那种紧透漏 虽然不是很紧 但是最新往呢 是有那种朦胧的美啊 那种朦胧的质感 这上楼来呢 也是望上 带了四外 就立在了旁边 咱说这张胜 那来美女了吗 这肯定得抬头望呀 突然抬头一瞅 说不对呀 这里边怎么有一小姐 我怎么觉着这么眼熟啊 说好像倒是这老爷宅里边 打发出来那孙雪娥 雪娥娘子 她怎么着干这事来了 这什么情况啊 咱说那孙雪娥呢 那东西 这你看人家 人家也看你嘛 抬头一扫 一看 那就认出来是张胜嘛 这头呢 也不作声 这张胜这边就问着刘二啊 说 那个妓女是谁家的呀 这刘二说这样啊 这不瞒姐夫 她呀 是这潘五屋里的玉儿和金儿 这个呢 是这王老姐 另一个呢 是叫做赵娇儿 这张胜说 说这潘家的玉儿啊 啊 我这个有些眼熟 那你把她叫到我跟进前来 于是呢 把这孙雪娥就叫到进前来 这张胜就问 说你莫不是雪姑娘啊 你怎么沦落至此啊 这孙雪娥听见他问 哎呀 咱说那瞬间是累两行嘛 劈了啪啦就躺下来了 说一言难尽啊 这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从头到尾是说了一遍 如何被这薛嫂子给窜瞒着 把我卖了二十五两银子 就卖到这儿 陪人家啊 这个喝酒啊 睡觉啊 迎接客人 做这些肮脏的事情啊 咱说呢 这张胜 那平时 那这个 在在府中 在守备府里边呢 其实已经相中孙雪娥了 就经常抱有这种心态啊 这个小剧给各位做一个比喻 咱就知道了 各位咱都上班的话 您在那单位当中 是吧 一定有那各种各样的美女 哎呀 你觉得挺好 哎呀 觉得看着很心动 有这种心仪的想法 甚至呢 有那些邪恶的念头 但是我们说呀 你跟人家实际上是平起平坐的嘛 你这个同事 同事你又不能啊 扯这样扯那样的事对吧 这个简直是不太好的一个状态啊 你突然有一天 发现你这同事变成了一个妓女了 哎 你发现你只要你花钱啊 她就能陪你睡觉了 那你说 这心里边 她能没有这想法吗 就觉得自己原来呢 曾经的那种求之不得呀 当然我们说 孙雪娥在这众多妓女当中 她一定最漂亮 一定是风月最好 那绝对不能这么说 为啥 她已经三十四了嘛 所以说 那这个整体去比较一下 她也是刚刚 那就从事这行嘛 所以说无论是色相 还是这个能力上 可能都很平平 但是唯独满足了这张胜一个心态 就是对她来说 那叫曾经的求之而不得 那这种求而不得的结果 导致了这张胜对于孙雪娥 此时那种欲望 那是超级的强烈啊 那讲说这边呢 也就点了这孙雪娥啊 说告你们都留着服饰也行啊 这个孙雪娥离我近点 这孙雪娥也是连忙啊 上前殷勤的劝酒 这俩人说着闹着之间呢 那感情那关系处的就越来越好 孙雪娥和金儿呢 咱说这俩人一看 嗯行啊 这不免呢 他俩也拿过皮疙瘩来 也是上了会儿曲儿 填了会儿词儿 就跟着张胜啊 这个喝酒唠嗑 唱完过后呢 彼此也是穿杯换盏 是衣脆威红啊 吃到酒浓之处 常言叫啥呀 说是才红粉 割楼酒 谁为三般事不迷 那咱说这张胜 转身说那请 你们除去吧 那之后只把这孙雪娥留在那 那就把孙雪娥给拿下来 这俩人晚上呢 就留在这阁楼之中 就睡到了一处 孙雪娥呢 也是使尽了平生的解数啊 枕边的风月 在这也所谓叫儿畔山盟 是和这张胜呢 尽力盘衡了一夜 简直是如鱼似水 是百般难述 那当然说 你说孙雪娥为啥这么卖命啊 这么努力的表现啊 我们得看到啊 对孙雪娥来说 那以前是天天接各种各样的人 对吧 所有人他都得接待 你来一个 别管是这个 瞎的瘸的 这个残疾的 这个怎么样的吧 就长得恶心的 这流鼻涕的 他都得接着呀 因为你就干这行的嘛 但是他现在想啊 这张胜既然对我有益 那我为什么不使尽平生谢数 我让他把我包了呀 我就跟他一个就完了呗 而且这哥们咱说 他又不是常来吗 所以说孙雪娥抱定这种念头之后 那这晚上啊 好顿拼命的奴隶 那就把这张事呢 也算是吸引成功了 来到第二天早起 这头呢 也是梳洗头面 刘二啊 又是早早安排下这酒窑上来 给他姐夫呢 上点酒 说姐夫啊 咱弄点小酒 透一透嘛 昨晚咱也喝多了 是吧 第二天喝一点行星酒啊 这大盘大碗也是掏食了一顿 就收起这行装 喂饱了头口 装载了米曲 哎 伴随这小厮杀的跟随啊 就要返回自己的府被衙门 临出门的时候呢 是给了这孙雪娥三两银子 调头呢 还吩咐这刘二 说你啊 给我好生照顾着他 是吧 这是我的女人了啊 以后呢 别人也别想欺负他 那咱说自此之后 这张盛呢 但是来到河下 就在这酒店之内呢 跟这雪娥相会 往后啊 这走来走去的 每个月呢 都给这潘五 是给他几两银子 就把这孙雪娥算是包定了 包定之后咱说了 那结果孙雪娥总算是达到了吗 以后就不用再接别的客人了 别的活不用接了 那刘二呢 咱说这个东西 他依仗着他姐夫张盛嘛 所以说任何事 就是为了讨自己这姐夫开心 那一看你喜欢 你喜欢行的 甚至连着孙雪娥的房钱 他也不要了 而且呢 真的包孙雪娥那钱 你说是张盛说啊 不是 就是那这刘二 他这小舅子 给他出这钱啊 把孙雪娥 那连这柴米啊 各种各样的吃食 住的店铺 承包他的银两 全都给交了 有诗一首 说的是啥呢 说起料当年纵一围 是贪淫一事 拔心七 祸不寻人 人自取 是色不迷人 人自迷啊 所以说孙雪娥呢 此时呢 虽然这个命运 比较的悲惨 比较的悲催 但是总算是 哎 有这么一点小小的转机 他总是说碰到张盛 要比原来的那种状态 要好上一些嘛 那放下这孙雪娥 在这酒家之内呢 作为娼妓 咱们不提 却说这头这吴月娘 说自从西门大姐死了之后呢 告了这陈经记忆状 家里边呢 这大家人来招 也死了 他媳妇一丈倾啊 就带着他那儿子 小铁棍 也嫁人去了 人家就走了 来星这头呢 是看守着门户 房中这秀春呢 就给了这亡姑子 送给人家 做小姑子去了 当徒弟去了 出家了 那来星呢 自从他媳妇 慧秀死了过后啊 一向也没有什么欺世 那咱说了 那奶妈的如意儿 也是个如狼似可的 这种人士嘛 所以说奶妈的如意儿 这头呢 也是心里边就惦记上了 一看有男人啊 有男人 这我得上啊 所以说没事 就抱着这小哥呢 跑到啊 这个来星那房里边 去溜达啊 去玩去 这吃东西嘛 那来星呢 自然也是打酒 跟着奶妈的俩人呢 在这房间之内吃酒 那玩意儿一来二去的 你说能不刮此上吗 所以说俩人呢 整天也就走到了一块 那但凡这个如意儿 返回到后边的时候呢 那玩喝过酒嘛 你看也看得出来啊 脸就红 这吴月娘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的 事也明白嘛 就给这边奶妈的如意儿是好顿的骂 但是后来想想说算了 这玩意儿家丑不可外扬啊 你要真传出去 说这人偷情 那你还不如直接把他与了这个奴才 就让他跟奴才在一块儿呗 所以说也是给了他这一套衣裳 四根簪子 捡了个好日子呢 就跟这来星俩人玩房呢 所以说如意儿此时呢 就正儿八经呢 嫁给了来星成为了这两口子 白天呢 也是忙着上灶 看着这笑哥 灯 那这个到后边去服侍服侍啊 也这个伺候五月娘 等到晚上呢 都到前边 他那屋里 来星的屋里去睡觉嘛 过起了啊 两口子的小生活 这一天呢 八月十五的时候 八月十五咱说了嘛 这月娘月娘名哪来的 就是吴月娘的生日 所以说吴月娘生日这天呢 先是有这吴大镜子 二镜子 以及呢 这三个姑子 都过来给吴月娘做寿做生日 到后边这堂屋吃酒 来到晚上呢 就都在这孟玉楼那厢房之内啊 听的这个宣经啊 念的这个什么佛事啊 各种各样佛家的东西啊 到了这二经时分 中秋呢 就在后边那灶上 在那勘茶烧水 这月娘呢 这头喊人 来人啊 给我弄点东西 弄点吃 弄点喝啊 结果喊了半天 愣是没一人答应 那您说这小玉在哪呢 咱继续说 这小玉跑哪去了 这月娘整的没办法了嘛 说最帮小兔仔 这头跑哪去了 这逼了没招 只好自己走出来啊 到这上房之内 进上房 不要紧啊 只见着戴安 是正摁着小玉 在那炕上 俩人呢 正在那啊 一二三 一二三呢 在那玩耍那番男女之间的游戏呢 这一看这吴月娘推门进来啊 那是慌了 那俩人都是啊 这个慌的 赶紧把衣服遮起来 赶紧这个穿上啥的 咱说这吴月娘此时啊 也还不错 对吧 一声都没言语 只是嘴里呢 后来想了想说了一句 说你个臭丫头啊 你不在后边看茶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是吧 这个是属于什么问法 那你明知道是干啥的吗 这意思就是赶紧来给我熟试 赶紧来给我看茶来 你们啊 这事我认了 心里就默认了啊 那小玉说 说中秋那边在那忙活茶呢嘛 对吧 这不改我的事 但是顶了一句 也是低着头 悄悄往后边去了 这戴安呢 便走出这一门 往前面自己去上诉去了 等过了两天 这大镜子二镜子 以及三个女僧啊 这也是吴月娘过完生嘛 待了几天之后 就全都离家 返回自己家中去了 吴月娘呢 就把来星的房子 腾出来收拾了 给了这个戴安 却让这来星呢 搬到之前 来招和仪仗卿 住到的那个屋门手 因为那地方 是他们开守大门的地儿嘛 也是替着戴安呢 做了这两床的铺盖 以及一身装新的衣服啊 亏了一顶 这新网的新帽啊 这个算是做新郎的感觉 那究竟吴月娘 为什么如此大发善心 把自己家的下人 维护得如此之好呢 咱们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圣 Ralph &iva 订阅 转发 打赏简 写 转发 打赏简